另外我们可以说一些板块方面的消息 英伦银行取消对银行的派息限制 汇丰昨天就是升过2% 今天就见到有回吐 另外渣打也是中午要跌下2% 虽然说汇丰会说8月会派息 市场就分析有担心 汇丰其实上半年的盈利不算太高 所以预计派息都不会高 就见到他今天消息之后就有回调 怎样看派息方面对他的消息来说 还有整个银行方面 或者是未来的下半年 其实经济复苏对他们的影响有怎样看呢 我想市场对于一些国际银行股 派息越见度比较久了 这个也不会超过市场预期很多 但通常市场的派息政策的改善 其实就不代表着 你的派息息率会提高很多 最主要都要看他的盈利水平 可不可以支持到他的派息水平 暂时来看的话 今年下半年 其实现在不少的市场看法 都连环球的经济复苏 或者是不及预期的 因为见到其实疫情 现在在不少的地方依然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预期就算汇丰会改善派息政策也好 如果跟之前正常时间来比较的话 我想吸引力度都是差得比较远的 所以相对来说 我觉得投资者也未需要对这个政策太过进取 比如对汇丰来说 我个人认为汇丰去到40元那些位置 我个人认为这个买入水平 40元那些位置 但是其实会不会是我们对于他 只是看他的派息方面 是比较着重呢 其实如果是不憧憬派息的时候 他的基本面 是不是都值得在这些水平来买入呢 始终他现在是 就是说要进军这个亚太区的市场 就是不断放售国际外面的一些零售银行的业务 你怎样看他调整他的策略 然后汇丰是否值得在这些时候来 就是不憧憬他的派息的时候 从他的基本面来看 是否值得买入呢 在内的很多大型银行股 近年都将一些业务重点 放在亚太区的 当中以内地一个地区 是最为一个主力的 但是见到近期 譬如说汇丰 譬如曼文泽的事件 其实都令到汇丰在内地的业务 是有少少受阻的情况出现的 所以相对其他大型银行股的话 无论是说一个牌子政策 或者说一个业务的前景 暂时我又对他的业务增长 未必保持着一个非常弱点的看法 所以相对来说 就不要太大个尽量 我认为比较防守性 高一点 可以后低到40分留意 才是什么策略